这四盆球篮放在这里 已经有两个多星期了 有一些都已经长出新芽来了 现在就把它们搬去正常养护 这里放两盆 这里再放两盆 我在这个竹子拱门两边 一边放了两盆 因为我是计划让它爬上这个竹子拱门去的 这一个上面的这个每天大概有三到四个小时左右的直射光 虽然这个球篮它是洗半阴的植物 但是想要它开花的话 要每天给它晒三到四个小时左右的太阳 尤其是在它的这个花期前 它的花期大概是四到六月份 或者这个地方就可以够它开花 如果光照不够的话 它可能就不开花 那就只能光叶了 但是夏天的话就要给它遮阴 它是怕这个墙光直射的 如果太阳光太强 它的叶片就容易发黄霉光泽 不过我的这个品种会稍微好一点 因为我的是花叶品种 尤其是那种绿叶的品种 一定要夏天给它遮阴 另外这个球篮还是比较耐寒的 只要这个温度高于一度 它就可以安全过冬 所以在我这个地方的话 冬天完全可以放在室外过冬 如果是北方的话 就不要学我这样在室外来养 最好是在室内养 可以在这个封闭的阳台 或者是窗台来养 当它切满上面的话 挂下来的花会非常的漂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